一切的事業都不怕平凡 唯有文學不能平凡 因為文學不是換取生活的工具 文學乃是延長生命的永恆的靈魂之寄託 寫作是很多怪癖的 絕對的孤寂 絕對的安靜 因為我媽其實並不是個非常勇敢的人 所以她很愛讀小說 她非常喜歡文學 一個機緣認識我爸爸的時候 她會吸引她的會是在這個部分 只有那種有勇氣 有企圖心的 她才能夠另起爐灶 重新寫一種新的語言 我覺得是最直接 最犀利的解譜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最華語與細的 從台灣出發的一個作家 她比我們寫得多好 這樣的人不記錄下來 不公平啊 起碼是不公平的 只能寫這個世界的寫作家 成功永恆的靈魂 我們來自身的永恆的靈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